哎呀 隔壁战队这把输得太遗憾了呀 好在后面赢回来了 闹了这么大一场 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战术呀 名神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能不能再用一次四宝一 四宝一 理由 没什么理由 现在四宝一这个阵容争议很大 大家都说 这个赛季执着于这个战术的队伍 一定赢不了 但是我们上次打DQ5第2把 用的就是四宝一 打得还挺好的 所以想再试试 看能不能用 不是有句话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你想拿雪女 雪女 刚才艾佳拿的不就是雪女吗 还输了 上场比赛隔壁战队输 和艾佳拿不拿雪女没有关系 四宝一体系最主要的就是 A.D.C 朋友 你这儿有夹带私货的嫌疑吗 鬼扯了这么一大堆 还不是为了给你自己的好姐妹证明 她们输不输比赛 和艾佳有没有女朋友 都没有关系 也行 教皇那个不沾锅 不论她打成什么样 都会有人帮她洗牌 她们上场比赛 输了最大的锅就在她身上 正好让她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四宝一 正在失眠两三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同意了 好好好 可以 一会儿我拿个刺目童子 咱们梦回春季赛 无视版本宁过时世辰 无视版本宁过时战术 你们真的很膨胀 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乱搞的队伍 你也乱搞啊 你拿个一幕连呗 我 老猫说得对 一会儿就拿一幕连 你去辅助老猫 我自己担想 梦回春季赛啊 春季赛 梦回春季赛 雯游 你确定 凌落泪滴 化成雪 好的 现在场上的实名选手 已经选定了自己的世神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世神阵容吧 ZGDX这边的上单位老猫 是拿到了黑童子 打野为老K是磁木童子 中单位的Smiley是用到了雪女 射手位的Chaseman是白狼 辅助为小胖 一目连 那末日兽人这边上路是九屯童子 打野是腰包鸡 中路的话是面灵器 下路是摆木鬼和辅助的彼岸花 这十个世神的话 小球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我觉得今天就是ZGDX这边 好像有点搞事情的意思 Smiley居然选择雪女 今天比赛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这个Smiley是这样 它是受了上把YQCB的影响 说你不是拿了个雪女吗 你不是没玩好吗 那我就拿一个雪女 来教教你雪女到底怎么玩 Smiley王这种功能型的中单世神 是不如爱家的 如果他要这么想的话 可就有点膨胀了 我就是 我就是开了个小玩笑 这把ZGDX还是要打四保一的 四保一怎么了 四保一怎么了吗 你没有看到上一把YQCB 打四保一保教皇 然后失败了吗 那可是教皇 打得不比乘歌差呀 大家加油 好嘞 加油 别说我没提醒你 少说这种骚话 等一会儿打完比赛 你回去看一眼你微博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的 比赛开始 现在双方世神 已经来到了自己的线上 中路的雪女将要面对的是面灵器 来 我们往下路走 往下路走 哎 面灵器和妖刀机 已经开始往下移动了 只是要跟百木鬼和比安花 一起对小胖和Chaseman 行动了一个 等我一下 行动了 这是要把GGDX的下路二人堵死 不让他们走 是你看 现在小胖和Chaseman 只能怂在塔下了 月塔月塔 不让什么走 不再是比安花 直接进去扛塔 温兽人的三个人 直接越塔墙下拿下 出息进入 哇 这一波不一般的配合 精彩精彩 走 真是 面灵器和比安花 同时向Chaseman 释放了大招 老K的芝麻童子 通知了前来的百木鬼 小胖开 我卡住 我卡住 没事 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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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这边打也上 可以啊 你是他 对啊 你在那边 好 可以啊 你是不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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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ZGDX打得真的是大逆风啊 如果是我平时Rank打成这样的话 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不过显然ZGDX并没有气量 现在妈你带着老K和小胖来也去 我们也去 这波蛇坑 蛇坑遭遇了一波大混战了吗 夭道继位已经走了 面临气开大招 一直在输出 老K和老毛都残血了 这波还要打吗 九屯九屯入场了 这是要收一波 末日少人这波配合默契 直接收到了老猫和老K 公印双克追 这波可以 不错不错不错 小胖童谣 要不要节奏 让我有时间发育 好 小胖跟着我 来了 满岭 满岭开大 打爆了残血的面临气和别花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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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急追追 急追 小胖加速春孤击飞众人 面临气和别花倒下了 费机电 打出了一波漂亮的灵魂 这波不飞啊 这波是真的不亏 换得太精彩了 真的是好厉害 你看 萱姆刚刚这个时机和节奏 把握得非常的好 而且小胖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 可以看得出来 雪女这个世神还是可以用的 我们看到 这个时机 切子曼抓得非常好 已经开始疯狂收线 补发育了 是的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切子曼是 ZGDX四宝一的那个一 它是核心输出位 在这个经济落后的时候 它就只能让 萱姆去带队打一些小团 来保证自己的发育时间 但是末日少人发现了这点 我知道 幼套机已经蹲好了位置 贼子曼的白狼又危险了 不不不 幼套机位移出现 攻击白狼 贼子曼迅速反应躲掉 对 微队凤击弄了打他 贼子曼一顿操作猛龙虎 反射了 贼子曼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拿白狼单杀幼奴机 我太精彩了 帅 成个秀啊 现在我们看到末日少人选手 已经神行到蛇坑了 看来是想先稳定一波经济 中路不见了 上路双队组也不见了 想让大蛇赚钱啊 圣哥 转一波吗 好 你们先去埋伏一下 好 这边 这边末日少人已经在开大蛇了 ZGDXD是拍马赶到 准备在大蛇坑附近埋伏 这是要抢下这波经济包 我已经蹲好了 我也蹲好了 进到CD可以 贼子曼还在中路清兵啊 这波团不打了吗 这大蛇是要让给他们呀 贼子曼还在中路啊 圣哥 再不上大蛇要没了 这波大蛇要是让的话 这等于是把这把比赛的 胜利拱手让人哪 诚哥 真的要来不及啊 诚哥快过来呀 能不能逆风盘盘 你就看这波了 诚哥你快来呀 再等等 来得及 大蛇血量已经见底 贼子曼还在中路迟迟不来 他 他在等待什么呀 此时默认受人已有经济优势 此时默认受人已有经济优势 再拿下这条大蛇 冰鞋一上来 ZGDX就很难翻盘了 等我四秒满级 等我 等我 我看见什么了 这次门的白狼已经快满级了 那看来这波蛇肯要有戏场了 白狼这个试着 到了十八级之后 攻击距离非常远 而且爆发高又难抓 感觉是要翻盘了 是 三 就差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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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急吗 他来了急吗 二 一 可以开团 上 看位置